最新到店只生产了两天的茅台酒 2017年 降星茅台 只在17年的1月20号和1月21号两天生产 合计是20吨 那关于降星茅台的故事呢 大家几乎都知道了 14年 准确是14年 某页茅台停产之后 在17年就推出了降星茅台 但因为商标的原因 刚才没有降星的一个商标 所以急匆匆的生产两天之后 就停产了 换成了精品茅台 我们正在拍摄 小时候要学习一下 好的 边学习 精品 所以降星茅台就属于是 鲁业茅台和精品茅台之间的一个过渡 它的量就比较少 值得一说 降星茅台在前两年的时候 它的地位 别说在前两年 其实一直到现在 它的市场的地位和某页茅台是一样一样的 因为它的量少了 咱们今天刚到货是六箱 其中有一箱 这个风条已经掉了 所以我们直接把它拆开 刚才我已经拆开一瓶看 品相还不错 所以我们打开的时候 这一瓶就已经是拆开的 降星茅台和某页茅台有啥区别呢 咱们先看一下盒子 你看出区别了没 我估计没是吧 那个地方那个红色的地方是不是 对 降星茅台 某页的话它是写的某一个精品 是吧 就是一样 咱们再来看一下瓶子 瓶子的话 你看和精品茅台某页茅台其实是一样的 但是呢 只在它前标的右下角这个位置 叫降星茅台 尤其在21年的时候 你猜不多少钱 最贵的时候和某页一样吧 某页我们之前的时候已经说过吧 最贵的时候市场表现价在15500 那降星的比它就比某页稍微便宜一点 就在15000左右 但你知道这一盘卷现在掉了多少吗 直接一半 一半不止一半的话是75000 这个就7000不到6000多的一个价格 现在就可以买到原乡的降星茅台 您说这市场似乎是茅台的天气 今天都塌了 但是呢 之前舍不得买降星茅台的老铁了 现在您就可以来入省降星了 可得省不少钱